出入口闪門緊閉 公告上面超長名單 是北京封閉的13條地鐵線 60多個站點 還有158條公車線路停運 五一收假第一天 通勤族無車可搭 只好騎單車上班 彷彿回到80年代 肯定會有很多的影響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是盡量的克服它 北京六號通報72例本土 疫情已蔓延15區 其中朝陽區被規定居家辦公 一步步走向全面封城 疫情一直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會對整個我們的收入會產生一些影響 中國疫情延燒 河北省定州卓州 還有河南省濤陽主城區等地 也進入封城 包括早一步封控的河北唐山 河南鄭州 涵蓋2400萬人足不出戶 4號封城的江蘇省江陰市 一輛一輛大巴把陽性人拉走 至於台商重鎮 蘇州和昆山也尚未完全解封 反正我們這個小區都 一小塊一小塊 全都用的柵欄都被隔上了 不能說出不了 據說是我8號凌晨能出去 但是能不能離開昆山 不知道 上海疫情降溫到6號通報低於4500例 然而封城悲劇再度上演 一名派駐當地的韓國男子 陳詩嘉中被發現時已死亡多日 5月5日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 對疫情防控發表重要講話 堅稱動態清零的防控措施 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 同一天 《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 竟敢PO文唱反調 認為清零後果比疫情還要嚴重 但不久後隨即歸縮自行商文 中國的強力清零 現在可能整個大中國 很多地方都是民怨沸騰 我先請教一下言慧 剛才新聞的最後我們有看到的是 這位是《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胡錫進 大家對他的印象 就是對中共非常非常的忠誠 結果沒想到他昨天 他自己PO文 說清零固然重要 但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 才更有意義 如果現在政府這樣繼續堅持封城 恐怕後果會非常嚴重 結果他這篇PO文 我才寫沒多久 他自己又把他刪除了 到底是在怕什麼 來 言慧 我覺得很明顯的 就是連胡錫進都動搖了 因為中國一直堅持清零 他的成本其實越來越高 然後老百姓的民怨反彈 越來越厲害 我們也看到了非常多極端的例子 包括病死在家中 或者造成一些人倫悲劇 然後一次買買一整隻豬 然後一封可以把整個城都封起來 所有的大眾運輸都停擺 讓大家騎腳踏車 這些在西方國家或民主國家 都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就是為了一個疾病 為了一個目前其實有疫苗可以打 然後可以控制 把重重症的人數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的 這樣的一個疾病 需要付出這麼大的社會成本代價 那我想中國應該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 可能是最後一個堅持要清零的國家 對 那我覺得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瓶頸 就是他一直堅持 而且他一直走很高壓的路線 他繼續一直這樣走 可是效果不如預期 那可是他現在如果要做髮夾彎 他自己又臉上無光 好像下不了台 但是一直撐下去 眼看著這個壓力鍋 好像就快要爆炸了 所以連胡錫進都擔心了 我覺得他已經發出了一些警語 但是發出來之後又很怕違背上意 很很擔心遭到清算或報復 沒有幾秒鐘馬上又刪文 趕快刪掉 可是也看得出來 其實他們的明星的動搖 已經不是基層的動搖 已經是連過去最挺習近平政府的媒體 相關的媒體人士 可見也是接近這個陳峰想法的核心分子 他們都已經動搖了 這樣子的政策 基本上就已經很明確的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臺灣 因為過去臺灣其實也是相對是 比較鎖國封閉的 這樣的一個防疫政策 但是我們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趨勢的變化 病毒的毒性的降低 所以我們也漸漸的走向 開放的方向來發展 但是在過去這幾個月 慢慢開放的過程當中 也不斷的一直受到在野黨的質疑 在野黨會一直說 為什麼不加強防疫啊 為什麼不再重新啟動管制措施啊 包括今天都還在說說 餐廳是不是要重新開始管制啊 也有一些醫療專家 也會非常的擔憂提出警告 可是在這裡不得不說 如果要堅持清零的話 這條路其實很明顯 現在看起來已經是行不通了 那在沒有辦法清零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要想的是如何在做成本控管的情況 能夠降低中重症 然後保留醫療量能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原則 也是現在政府的目標 那怎麼樣才能夠保留醫療量能 給這個中重症適合的人 就是這個放寬的速度跟幅度 我們能夠盡量在一個程度上來去掌控 但是已經不是說用一些很嚴格的 或者是很就是行政上的管制措施 一下子的來去阻隔人民的行動 用一些隔離的手段 或者是用一些像這個北京政府這樣子的一些手法 我想都是沒有效果了 而且又造成很大很大的民怨 所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目前的方式其實是 雖然在過程當中 大家現在會有一些感到憂慮 或者是不安的地方 但是目前為止大方向 像今天的這個重症的比例還是0.03 那我剛剛看到中度的這個比例也是0.23 其實他的這個這個數字跟上個禮拜 都是維持一樣的 我們的重症的人數 雖然跟著這個確診人數來講有增加 但是比例上並沒有很明顯的增加 所以目前為止政府控制的程度 我想相對來講是非常穩健 而且樂觀的 現在全世界一直不斷堅持清零的 可能真的像顏慧講的 應該就只剩下中國了 冠婷怎麼看 連胡錫進都動搖了 他也覺得這樣不行 這一篇文沒有人逼他po 是他自己po出來 這應該是他的心來威吧 結果才po出來沒多久 馬上又刪掉了 好這當然會讓人覺得 這中間太起人一鬥 可是這也顯示啊 中國這種清零政策 真的是大家喔 生活都在要過不下去了 當然大家的生活都快過不下去了 其實剛才看到一個 韓國的民眾在上海 然後去世這件事情 這表示說 這已經不會局限在中國國內事務而已 多國的大使館都有對此這樣子表達 關切 事實上前幾天 我有在跟韓國駐臺的一些高層外交人員 就討論過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就包含他們的外交人員 也是被限制住一些主要的這些探訪 他們僑民的活動 所以這是非常混沌不堪的 很多人都非常難過說 曾經他們認為相對開放 相對自由的上海 現在變成這樣子的方式 我必須要請所有的觀眾思考一下 如果他們會這樣子對上海 他們會怎麼樣對臺北 大家思考一下就有很清楚的答案 上海是他們最重要的都市 其實不是之一 甚至有可能比北京還要重要 在經濟上面 在商業上面 在跟世界接軌方面 如果今天做到這種程度的話 我們必須要非常擔憂 他們的未來對臺灣的驅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動態清零這個部分 大家就會很喜歡做比較說 這個我們以前也在做清零 以前的病毒跟現在的病毒是一樣的 現在臺灣的整體人口的結構 達到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分別是八成五 八成跟六成 完全不一樣的狀況之下 你不可以用不同的病毒 不同的防疫的準則 這本來就是要因應這個狀況 可是中國還是用同樣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當你有完全獨裁的機制之後 你沒有任何的反饋方式 你的任何反饋方式 他是會被這個他們的這個領導者 他們的獨裁者認為是反動的 認為是挑戰他的權威的 你說胡錫進他是自己刪文的嗎 還是被被刪文 這都是變成說都要去思考的 就是說在一個完全不自由的狀況之下 他們作為他們一個大國的反應的方式 其實會影響到的是整個東亞 整個印太地區的 那接下來上海之後又是北京 北京之後有可能是其他的大臣 會不會又回到武漢 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會影響到的不僅是各國僑民 還有我們的很多台商在裡面 我們必須要思考就是說 這樣子的治理的方式 是我們所要的嗎 是我們所追求的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我們不會再做動態精靈的方式 去做對疫情做這個反應 所以儘管現在我們看起來 疫情現在是最黑暗的時刻 對 但是其實相對比較 各個國家來講的話 我們有相對好的去反應的這個能量在 那不管如何 其實在議黨的評論有部分是正確的 沒錯 我們要更多的準備 但是想想看我們現在此時此刻的 這個全體人民的這個疫苗覆蓋率 難道已經沒有 難道說是沒有做好準備的嗎 從我們的這個 目前的整體的公共衛生的狀況來看 我們的所有的民眾的重症率 是不是也有做好更好的準備呢 我想都是有 但是絕對不可能完美 在民主國家不可能完美 如果我們說我們是完美的做好所有的準備的話 那我們就是應該也是要被批評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有執政黨跟在野黨 所以某種程度就是我們跟他們完全不同的地方在 那當然接下來他們要 當然還有很多人他們對他們的批評是說 這種強物資 然後這個物資分配不均 在一個共產國家來講 他們自稱共產國家分配就是要最均勻的時候 沒有食材沒有辦法到達每家每戶去 竟然還有人在上海二死 而且上海 之前這麼光鮮亮麗的大城市 這是無法想像的 所以說干預市場經濟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用一個政府的所有的能量去管每一個人 很多人想說我們要被管大政府 超級大政府 大政府到你每一個小區都有把柵欄幫你圍住 那你到底是人還是動物呢 這是我們未來要想的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上海的疫情啦 或是北京啊 鄭州看起來都接連要封控封城了 連胡錫進也忍不住PO文 不過最後他是刪掉了 因為我想可能他沒有刪掉 最後有可能自己也會被清零啦 現在在中國還有哪些封城的亂象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麻煩庭位來幫我們補充